在今天白天 北方的高壓強度 已經開始略微的減弱了 不過天亮之前 宜蘭花蓮低溫部分 也只有在18度 不過在太平洋上面 現在可是有兩個颱風 我們就來看看 這兩個颱風未來的路徑跟方向了 以目前的顯示圖上 我們可以注意到 比較遠的距離我們台灣 大約有3800公里的 25號颱風未來會逐漸的朝北 對我們台灣是沒有影響 但是離我們比較近的 大約在1600公里外的24號颱風 未來會沿著高壓的南緣 逐漸朝西的方向移動 它對於我們台灣來說 到禮拜天之前的話 還沒有影響 但是到了週日 你要前往菲律賓的朋友 要注意大約在週六到週日 就會登陸菲律賓的呂宋島了 不過它進入呂宋島之後 它未來的變數還真的滿大的 以目前的模式資料來看 未來會逐漸北轉 但北轉的角度就很重要了 大約在如果說高壓退得快的話 北轉就會從台灣東方外海北上 但是如果轉得慢的話 甚至就會從台灣海峽方向 逐漸的北上 變數很多 但是週日的時候 東半部地區有短暫雨了 下個禮拜三的時候最接近 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可以注意到 目前24號颱風陣 逐漸朝西的方向移動 但到了禮拜天之前 對我們台灣上空 是沒有任何影響的 小丁寧給您個提醒 要注意的是 日夜溫差很明顯 白天外出防曬工作不能少